音乐 音乐 音乐一座老窑厂 随大环境转变 不断地调整方向 从生产地砖 转为烧至花瓶 马克杯 仍不敌市场变迁 面临官场困境 第三代接班人 不放弃 再转型生产锅具 而且研发可以大火快炒的桃锅 颠覆以往只能炖煮功能 也荣获德国设计奖 成功翻转窑场命运 成练的桃瓷锅具 除了西衣为常的炖煮煲汤 随着原料进步 如今还有更多烹调变化 要不要削饼 要加一点水吗 对啊 加那个 杉鲑菇 杉鲑菇杉鲑菇好吃 姜片蒜头油锅爆香 香气炖时充斥厨厨房 这个人大好吗 香出来 那个好吃 对啊 酱油米酒新香入味 再加入新包菇 热锅内翻搅 打破既定印象 用陶瓷锅热炒三杯鸡 一样很有味道 陶瓷锅里用个什么 一半炒一炒就可以了 陶瓷锅来讲 比铁锅比较不沾锅 但是你也是要把它翻动 把它搅动 因为它整个锅子的温度 都是很平均嘛 盖上锅盖 闷煮片刻 而后再加入九层塔 点缀提味 好了 试试看看 你只要看杏鸡包子试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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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 监聚拌炒和焖煮 深口淘锅 让完成的佳肴色香味俱全 而千颗款式 试餐盘也是锅具 热炒食蔬更得心应手 这张锅是有一个 铺层铺在嘛 那我们这个纯粹都优料而已 小学六年级 就跟着第一代学习制陶 眼前食用陶锅 是苏正义近几年得意的作品 除了锅具之外 家中餐盘 餐具 也不假他人之手 承袭三代的制陶叶 努力变化 守住传承的记忆 没有啊 我现在要那个球膜啊 我把那个黏土跟那个叶长石 就是先拿出来啊 一代代沉重原料 是成就陶锅的关键 儿子苏俊宁耳濡目染 对于各种土的特性 也如数家珍 那最主要是说我们的陶锅 它有办法在火上煮 它需要一个比较低膨胀的原料 那这个我们 这个比较细的粉 这个长石 它就是因为含有 那个黎的成分在 所以这个东西 它可以让我们把这个的膨胀 气素降得比较低 过去做马赛克瓷砖 后来陶厂转型做餐盘 更进而延伸锅具 在苏正义眼中 除了做工上下功夫 原料更得精挑细选 反复试验 很多好的原料就是要自己去找 自己去研发 一样是可以耐热的东西 你其实用比较好的话 它单价当然就高 但是你出去的风平 一定会比较好 比较好 我们在卖出去的东西 也是希望人家安全 不论是陶土还是优料 这做钱都得借由球磨机 充分混合 待陶土压制成土饼静致 才能做后续的处理 厚实土饼机器挤压 土出粗状土条 透过这道程序 让陶土质地更加密实 才有利于植候的作型 把土饼让它的密度 变得比较一致 顺便把空隙抽掉 垫土的动作 这个是第一次 我们总共要压两次 要进行一个循环 那个等一下 应该是要压那个小锅子的吧 对 要压锅子啊 那它的软硬度 应该这样就够了 即便是再熟悉不过的过程 却难免受天后因素影响 它在灌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潮湿度 会影响到它里面 占的水分的比例 那如果太潮湿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在压锅子的时候 它可能出来 就会变得有点像泥的状态 这样子是不适合在 我们操作机台的时候 它会太软 这个灯都是比较是水在铁 一定要小心水 还有你的杂铁这边 耳边不时传来爸爸的滴铭 从小在陶场长大的苏聚名 可说是一同见证了 银歌制陶 由昔日的兴盛 渐渐没落下滑 然后大概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银歌的陶市 还是很发达的 就是做了很多外销 那到后面是因为东南亚 大陆啊 就是这些地方比较低价的工资崛起 那他们的技术也跟着 就是有往前 那很多的外销单就转移到那边 影响很大 但价不到一半工厂 收起来的很多 那台湾这边没有办法 就只有靠内销市场 内销市场就靠一些赠品 赠品做一阵子 然后再转型做餐具 同业一度纷纷撤手 苏正义却努力转型 突破瓶颈 嘴里说自己只会这门记忆 也许更是一份守护陶艺 和员工的心 因为我从小就是摸陶瓷的啦 转型叫做其他的 我也没有专长啊 陶瓷 陶瓷总有生存之道嘛 因为 你有在吃东西 就一定要用到陶瓷啊 因为如果说工厂真的没有做了 那相对的我们这些员工 也可能就是失业要去换跳板 可是大家也都做这么久了 起初做餐盘 餐具 后来体积越做越大 尝试研发耐热的使用锅具 机器加压打造圆弧锅型 苏俊林细心解释 更不忘为他的外形做出乎的整理 刚刚压制完的时候 它旁边有很多毛边 需要先把它分离 因为这时候的状态 土还是很软的状态 烘烤室里60度的加温后 已燃干燥的陶碗陶锅 再进行西部修整 快吃完了 你也怕你把它削掉 这个锈料之后 拆瓜布再磨一锈 那个角度朝得圆 因为我们这个磨的是石膏磨 应该是差不多120度的油压器 有时候石膏承受不了的话 会有裂痕 那个痕迹就是要把它修掉 海绵沾水擦拭 将刀瓜痕迹抹除 喷上油料之后 便是12小时的浸药烧制 读书时就常回家打工 苏俊林不会言 自己和许多承接家业的 新胸袋一样 过去其实对陶场 没有太多好感 第一个 热 脏 因为它有很多粉尘 你也是会灰头突脸的 再来就是 它需要很固定的一直做 你就像个机器人 可是你又不是像机器人 你不用思考 你还知道去检验 产品的品质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觉得 那时候就是单纯是打工 我想要来赚点 零用钱的心态 然而从小时候只会包装 到后来真正投入怎么制逃 看到爸爸的坚持也辛苦 苏俊林不禁思索 传统陶业还有更多可能性 据思考说我们除了这样 我们要怎么样去尽量提升自己的品牌 让更多人知道 或者说我们也要怎么再去拓展 外销 但是不是做以前这种大量 一量自家的东西 网络行销之余积极参展 与设计师合作打造的真主锅 更在去年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的肯定 实纹造型 画龙点睛 别具质感 结合锅盖 蒸盘 蒸架和底锅等四件事设计 则隐藏贴心的巧思 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把它放在上面 用蒸的的话 那它第一个 它会保持一个比较鲜的味道 因为我们在第一时间 就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熟了 蒸架蒸盘上的孔洞 让食物保持热度不失鲜味 然而这样的作品 好看却不好做 父子俩却都费尽心思 努力放手一搏 这个前前后大概花了一年左右 因为我们在穿这个孔的时候 都必须要是软胚的状态 我们压完之后 就要马上去打这个洞 那它就很容易变形 它那个锅子 你要上面的盖 要盖上面那一层盖得下 底下的锅子也要盖得下 那个困难度就很高了 外形是很好看 但是成本非常高 你沾转你没有得奖 你才有知名度 嘴上面归面 对于儿子的努力 老爸苏正义看在眼里 其实也都记在心里 这几年下来真的卖得不错 也是要投资 投资多的话我一定会讲话 但是你不投资的话 刚开始你根本真的都打不出去 而苏俊玲也守住爸爸的用心 如今自驾逃坡 建筑炒闸都不是问题 期许未来还要持续精进 正常的逃食是不能在电磁炉的 那我们也会就是往多元的发展 就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一块 台湾做的很多东西都一定有它自己的实力在 对 只是重点说我们要怎么样 比较可以让人家去看得到去知道 因为台湾一定还隐藏很多 还没出名的小工厂小人物 但其实它的技术 它的能力或它造的东西其实是很好的 父子俩用不一样的方式 努力为逃场改变现状 骨子里不约而同的 却是那份不肯放弃 勇于突破的治逃精神